大家好,我是调修干视频的夜谱 期待一个月的爱影大人 漫画四十六花终于来了 上期讲到漆黑墙威开启 爱影独自一人 新帝是摩羯之王仇恨将他引到郊外 基于某种原因 爱影其实一直在不远处静静观赏着 举起叛乱之间的罗兹成王的瞬间 但这那大叔出现后 现场开始善演怪物之乱 目睹一切的爱影瞬间明白了这一切 这次黑暗反看势力为了阻止王的当生 而张开了攻击行动 无论在哪个时代 人类之间的权力斗争永远存在 爱影将剑锋朝向怪物喊道 刚刚的那个大叔 还有你 是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玩对吧 怪物没有理会 一拳砸向爱影 爱影则是往后跳开 猛砸地面的拳头将地表砸出一个大坑 爱影对此感叹 这怪物简直就是天宅制造机 看来把他引到脚外是正确的 就在这么想时 怪物再次袭下爱影 回过神来的他几种魔力繁育 但还是被一拳想打水漂式的击飞几十米 保持影子强者帮华力落地后 男主权自己的伤势 这一拳对爱影的伤害是 刘海被烧焦了 真没想到 强大主我 也会受到这样的伤害啊 为了营造氛围 爱影释放魔力怎么轻难 在爱影发病期间 怪物再次袭向对方 片刻的交手 爱影明白 眼前的怪物只懂得使用蛮力 于是赐予了他 不及德尔塔自杀这样的称号 那么现在就华力的打倒你 然后留下一位神长的话 再离开就好了 爱影展开细微魔力打造的视线 想测这一代 无数条魔力失线 无情的切开了他的身体 画面回到王都这边 莫德雷德靠古魔剑战了上风 从刚刚开始就一个斤的防守 所谓的爱影庭院就这点程度吗 那这个怎么样 一旁的爱普希龙开口 能够使用看不见的刀刃 可不只有你哦 于必 一道看不见的剑气 斩伤了他的着臂 魔力直接飞过来了 莫德雷德一脸错二 在魔力离开身体后 他便会因为脱离控制而慢慢消散 想持续假以控制的话 需要极为强大的魔力和控制能力 若打算将这样的技巧 实际运用在战斗上 便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刻苦努力 而他却能够在如此年轻之时 就完美掌握 在莫德雷德错二之际 罗兹会长也打算加入战斗 以为就凭你们伤人就能赢我吗 他鼓注镇定的说道 不管怎么样 等拉纳洛克回来之后 一切都会化为灰烬 一旁的贝塔提议 居然你那么相信拉纳洛克 不如我们就这样等到 爱影大人和他战斗结束吧 你相信那怪会开旋而归 那现在回答我些问题也无妨吧 1D3没有十足把握的莫德雷德 接受了贝塔的提议 贝塔的问题有三个 漆黑薔薇 魔物 还有迪亚波罗斯 莫德雷德开口道 那个漆黑的薔薇 是连接魔戒的大门 除了这个世界之外 还存在其他无数不同的世界 而那些不同的世界 教堂都以魔戒来称呼 无尽冰封的世界 汹汹燃烧的世界 没有光 没有色彩 不存在任何事物的虚无世界 以及强大的魔物 遍地的黑暗世界等等 在这么多数的世界里 也有着积极少见的 冲突链接事件发生 这个现象的其中之一 就是那个漆黑的墙围 只要打门被打开 其他世界的怪物 就能来到这个世界 拉纳洛克则被教堂称为 第四魔界的世界之王 罗斯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莫德雷德告诉对方 这完全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毕竟这个世界 曾经根本不存在魔力 教堂在研究 一千万年前的底层时 完全没有发现 魔力的使用痕迹 他们猜测 魔力是来自于外部世界 至于魔人迪亚波罗斯 他则是货真价值的 在这个世界当生的生物 罗斯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曾经一夜之间 葬送了十万被加尔达士兵的传说 和今天发生的一切 都是教堂干的吗 被他告诉罗斯 根据爱影庭院调查到的资料 第一次的七黑墙围 出现应该是偶然 但以此为契机 奥利亚拿王国 成为了迪亚波罗斯教团 眼中的飞扬 他们在很久之前 就知晓了魔界的事 之后他们打着拯救了奥利亚拿王国的名头 管理着七黑墙围 并让国家支付了一些代价 奉献出继承了浓郁的 达到魔人迪亚波罗斯的英雄之血 真是了不起 一盘的莫德热德开口诉道 你们居然调查到了这个地步 随后他将视线网向罗兹 到了你这一代 在你还是婴儿时期 就拥有格外强大的牧力 无意继承血脉的你 本该作为教团的实验品 然而愚蠢的国王却拒绝这么做 甚至想脱离教团 所以才会沦落到被操控的地步 被他结果话题 对教团支付的代价 还不只是折戈而已 所以手大量留住教团口袋 引导民众崇商艺术 迫害魔剑士来削弱反抗力量等等 你的父亲一直努力尝试 终止这种单方面的压榨关系 允许你到米特加尔王国留学 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奥利亚拿国王是个非常出色的人 明白一切真相的罗兹 片刻被伤后喊道 我会继承父王的遗志 由我来重建奥利亚拿王国 他的双眸透露出 宛主力言般刺热的决心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的话 不要忘记数字三连一波 投币破千明天更新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